也就是說毛囊獲得的方式是用一世代的放大鏡 然後用一個提取機把你的毛囊一珠一珠 就是直接一根一根的把它抽出來 那如果說是男生的話 他們大概比較單純 大概就是基本眉型的延伸 還有一定的角度啊比例 大概有些人會稍微一點點變化 有些人說我比較喜歡像王力宏一樣 有些人說我比較喜歡像霍建華一樣 通常大概這眉峰稍微會比眉頭再稍微高一點點 男生的型大概就是這樣子是比較基本 那如果說是女生的話 那變化就比較多了 像西方女生他們比較常見就是 比較一個硬挺的拱眉 眉峰的話是稍微內側一點點 那角度就是一個驚訝的樣子 那還有一種是圓弧型的拱眉 或是只是單純的一個圓弧眉 還有一種是這幾年也比較流行的韓系的平眉 大概適合臉比較長的病人 當然你知道有時候在看一些韓劇 也有些人是八字眉 那八字眉的話 這就看起來就是會稍微有一點點憂鬱 看起來比較無辜 那有些人他就喜歡像這樣子的樣子 病人的話比較適合什麼樣子的眉型 當然我們會根據他的臉型 臉的寬度啊長度啊 我們會去做調整 把臉上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標示點 把它標示出來之後 然後再根據他的臉型 然後我們會去給他建議這樣子 有時候你就跟他說 這個其實不太適合你 當然如果說他想要的 跟我建議的 我覺得落差沒有到很大的話 那我們大概就是盡量尋求一個協調啦 這邊是紫眉 紋眉 布眉 還有嫖眉的方法 這些有什麼差別 紫眉手術它其實就跟紫巴手術一樣 它是屬於一種叫美型紫巴手術的一種 利用你的後腦草的毛狼 這種永久性的毛狼 一株一株的分出來 然後把它種到想要種的地方 那種上去的毛 每個月就長一公分 然後固定會有一些毛髮的 這就是紫眉手術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說種上去的毛 人活多久 它就長多久 是永久性的 而且另外一個是我們在種子的時候 可以用一些毛的粗啦 細的啦 毛的一些角度方向來排列 會有一個立體的一個零點 看起來會比較自然 壞處的話就是說 它就跟你後腦勺的頭髮一樣 每個月長一公分 所以你大概時間稍微長一點 過了一個多禮拜 你就要稍微修一下 那文美它是比較傳統的 就是像身上的刺青把它刺到臉上 就刺到眉毛的位置 所以一般文美的做法的話就是 他們會把想要的位置把它畫出來 那中間就是把染料把它聞上去 那聞的深度會比較深一點點 顏色也會比較深 算是永久性或是半永久性 它的壞處是 時間久了它會有一點點退色 但是退色又不會完全退 本來是深黑色 然後慢慢變有一點點藍色 它時間久了現在偏有一點點綠色 那當然它是一個平面的 它沒有那個立體的感覺 就是你文美其實很難做到 是一個很秀氣的 如果說是女生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老氣 繡眉 朵眉這個是比較新的 它們這兩種其實也都是算是刺青的方式 只是說刺的深度稍微淺一點點 然後刺的顏色稍微淡一點 那霧眉的話 它其實就像紋眉一樣 它整片然後把它打霧 只是說紋的深度比較淺 然後量比較少 用在絕對可能有一點點稀疏 或者說有一些些缺損 看起來濃淡不均勻的話 你底下加一個底色整片打過去 看起來會比較均勻一點 朵眉就比較特別 它也算刺青的一種方式 深度也比較沒有那麼深 但是它紋上去的話 是以線條狀的 這線條狀的話 其實就是在模擬 眉毛一根一根的那種方向 所以在朵眉的話 它其實還是要很能夠掌握 就是原生的眉毛的方向 到底是什麼樣子 現在還有一種是 把霧眉跟朵眉把它結合在一起的 各家它們賦予了它 各種不同的名字 好處就是說 看起來比較自然 但是基本上它還是一個平面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紋繡的深度沒有那麼深 所以能夠維持的時間不長 有些短的甚至只有半年 那長一點的可能可以維持到兩年 退掉就還要再去做這樣子 我們講直髮手術的話 它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FUT 它就是你後腦勺切一塊頭皮 然後切下來之後 我們再把毛狼一株一株把它分出來 這個好處可能速度是快 但是就直眉手術而言的話 很少再使用FUT來做這樣子的手術 第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切的這一條線 你經過了縫合 它會有一條線的拔痕 為了隱藏這條線的拔痕 你可能會取得稍微比較偏中間的位置 但是這個地方的毛髮是比較粗的 我們如果說要做這樣的手術 希望整個效果看起來很自然的話 我們其實是要挑選跟你原生的眉毛 粗細比較相近的毛來種 會比較自然 那另外一個手術的方式叫FUE 就是說毛狼獲得的方式是用一世代的放大鏡 然後用一個提取機把你的毛狼一株一株 就是直接一根一根的把它抽出來 那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會去挑選跟你眉毛的毛髮 比較接近一致的毛來提取 通常這些毛髮它是在比較靠頭髮邊邊的位置 可能比較靠脖子的地方 或是靠耳朵後面的地方 束後三個月六個月之後是 完全看不出來提取過的痕跡 其實好處就是說我們在提取的時候 我們可以盡量挑原本就是一株一根的毛 你知道毛有些是一株一根 有些是一株兩根 可是你的眉毛的話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株一根 種起來會比較自然 也不用去做拆開的動作 那另外一個是現在的話 我們盡量留稍微有一點點的長度 因為這個眉毛的話 它其實是有一個角度有一個弧度的 我們在植入的時候 它可以順著你原本眉毛的方向下去種 可以把它排列到跟原生的眉毛一樣是 非常自然的 其實大部分病人大概這樣子的手術 都是沒有什麼問題 它如果說原生頭髮比較細的話 移植到眉毛的話 種起來就會比較自然 那如果說它的毛髮 可能像有些人是自然卷 其實這種病人就不適合做紫眉手術 所以倒不是說每個人來 他都可以手術 我們需要參考一下他的髮質 我們會去檢查一下他的頭髮健不健康 只要是頭髮髮質健康 其實它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的頭髮 裡面有一些在萎縮的變得比較細的 就是說它的那種細是萎縮的細 而不是天生的那種細 我們其實不會去拿那種萎縮的那種細 它可能再時間久一點 它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是要取那種天生 就是比較細的毛 那這跟年齡度有關係嗎 這個部分倒是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我曾經做過一個老伯伯 但是後面其實原本剩下也沒有那麼多 不過因為重點是紫眉毛的話 它需要的髮量其實本來就很少 一邊的話大概200-250根 兩邊可能加起來500-600根就一定是足夠的 除非你的髮質不適合 如果說你的髮質適合 你今天即使吐的還是蠻嚴重的 其實你後面還是都有足夠的數量 是可以拿來做紫眉手術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髮質不適合是最主要的啦 其實它有一些手術 我們會考慮叫病人的體質 不過如果說做的是FUE的手術 這種微創吸取毛狼的話 那因為它這種傷口都非常小 我覺得沒有什麼病人都不能做 就是髮質 那個是最重要的 術前大概沒有什麼需要特別去做的啦 那手術後的話 那我們為了種植 然後為了讓要種植的地方比較不出血 會打一些膨脹劑 那有時候你手術完的話 可能眼皮會有一點點腫 那甚至有時候打針的話 也有可能有一點點瘀青 這種發生的比例都不高 但是並不是說完全不可能發生 所以如果說腫的話 腫個兩天三天是有可能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種上去的毛的話 它剛開始還是比較脆弱一點 所以前幾天的話 在洗點的時候 力道要比較輕一點 不要說手劍 然後每天就是一直去摸 把它絕加把它抠掉 絕對不能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種上去的毛 它就跟我們直發手術是一樣 它會有一個過渡期 你種上去的毛 然後可能到了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之後 它會先掉 然後過了三個月之後 再重新長出來 大概是一個月長一公分的速度 病人手術完 要看得到比較明顯的結果出來的話 只好到了手術後 八到九個月的時間 剛長出來毛 有時候稍微有一點點卷 可能到了九個月一年的話 它會慢慢會變得比較直 比較順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說直眉手術的話 它跟執法 稍微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假設我們在種執法的話 它其實是比較立體 95%的存活率 種了100根 有5根沒有長出來 通常是看不太出來 可是如果說是直眉手術 因為它是比較平面的 所以有時候插了幾根 看起來那幾根就會比較明顯 所以通常我們會在手術之後的 八到九個月 會再給病人再評估一下 如果說有幾個比較明顯的點的話 通常我們會再幫它 再補一下 把那幾個點把它補密 因為手術要做就是要做到完美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藥啊 這就是我們在手術的話 都一定會特別提醒病人 就是說你種上去的毛 它的髮質是不會改變的 再怎麼樣你一個禮拜 大概都要修一次 所以我們醫師在做手術 一開始我就要幫你的髮質 就要挑好 眉毛的話 其實長長的速度很慢 其實很多病人 並沒有說每天常常在修剪 可是如果說你用直眉手術 種上去的毛 再怎麼樣你一個禮拜 大概都要修一次